对数解析几何为积分是17世纪数学的重大成就 拉普拉斯赞叹对数的发明延长了天文学家的寿命 你知道这位以自己20年寿源博取天文学家得以延年益寿的数学家是谁吗 大家好,我是珍珍老师 欢迎来到数学史一门只讲故事不谈计算的数学课 今天我们来到与众不同的数学家单元 这集我们要来认识收服天文数字宝的约翰·纳皮尔 纳皮尔被誉为史上伟大的苏格兰数学家之一 他同时也是神学作家天文与物理学的爱好者 他以对数名文侠尔不但解决了当时天文学反复计算的难题 也让航海的发展一日千里 在数学上,纳皮尔对数字计算特别有研究 尤其是将计算化繁为简 他也善于发明辅助计算的工具 像是纳皮尔筹 除了计算 他在三角函数与球面三角也有贡献 包含纳皮尔比尼式、纳皮尔原部法则 而且小数点的计法也是他的杰作哦 纳皮尔著名的发表除了对数 还有圣约翰启示录 一部关于宗教的著作 据说是当时的畅销书之一呢 纳皮尔年轻的时候正值欧洲宗教革命 他是个热情坚定的新教徒 不但是新教徒著名的写手 出版多卷的圣约翰启示录更是风靡一时 堪称当代文青 数学与写作可以说只是纳皮尔业余爱好 其实纳皮尔真正的职业是 莫奇士顿堡的第八代堡主 纳皮尔是苏格兰的名门贵族 于1550年2月1日出生于爱丁堡的莫奇士顿 父亲是苏格兰的爵士 母亲是议员的女儿 同时也是主教的妹妹 他13岁时进入英国圣安德鲁大学就读 但是他并没有长时间待在学校 也没有获得学位 而是到欧洲各地游学 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直到纳皮尔21岁才又回到苏格兰 隔年他与16岁的伊丽莎白结婚 伊丽莎白是当时苏格兰数学家 詹姆斯·施特林的千金 8年后年仅24岁的伊丽莎白去世 纳皮尔梅开二度 与艾尼格斯结婚 生育并育有10个孩子 1608年58岁的纳皮尔继承父亲产业 定居莫奇士顿 一直到1617年4月10日去世 纳皮尔是个充满活力与好奇的人 他设计抵御外敌的武器 现在伦敦的博兰宫 收藏着一份 有纳皮尔亲笔签名的手稿 文件列举各种发明设计 包含燃烧镜 火炮 以及可以通过小桶 发出子弹的金属战车 他也建设许多巧妙的机关 来改善城堡周围的农根与序幕 他所经营的城堡 当时称为神奇的莫奇士顿 城堡里的居民都认为 纳皮尔是个拥有魔法的人 养着具有灵性的黑公鸡 事实上 纳皮尔不仅数学研究表现卓越 在生活上也是机智过人 纳皮尔曾经说过 我总是尽我的精力和才能 来摆脱这繁重而单调的计算 流传于后世的对数 纳皮尔筹就是他自我期许的最佳见证 今天语众不同数学家单元就说到这里 感谢你的聆听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数学史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现在我们就来听听关于 纳皮尔的两个小故事吧 1. 最倒了的鸽子 纳皮尔小时候 邻居养的鸽子吃了他的粮食 他感到烦恼 并跟邻居说 如果你再不管好你的鸽子 我就把他们通通抓起来 邻居根本不相信 纳皮尔能抓住所有的鸽子 就对纳皮尔说 如果你能抓住他们 尽管抓好了 第二天 邻居看到他的鸽子 被纳皮尔一字字装进大袋子里 你猜纳皮尔是如何搬到的呢 纳皮尔把泡过白蓝地久的豌豆 撒在自家的草皮上 醉倒了所有的鸽子 断案的黑公鸡 初春的某一天 莫奇士顿城堡与往常不同 纳皮尔很生气 因为他主妇留给他的怀表不见了 今初步判断 小偷可能是城堡里的仆人 可是仆人们 在责问中都低着头 谁也不敢吭声 想要找出这个不老实的人并不容易 不过纳皮尔并不着急 他的视线落在院子追逐玩耍的黑公鸡身上 你猜 纳皮尔是如何用黑公鸡抓到小偷的呢 纳皮尔指着一只 毛色光亮的黑公鸡 严肃地对仆人们说 这是我买来具有特异功能的神机 他能告诉我谁是小偷 现在我把他放到暗箱里 你们每个人把手伸进去暗箱 放在神机的背上 如果你是小偷 神机就会鸣提 随后 纳皮尔神秘筹备准备了一番 开始让仆人们一个个伸手进去暗箱 所有的人都测试了 神机并没有鸣提 当大家很纳闷时 纳皮尔让管家检查大家的手 而手上没有灰炭的人就是小偷 原来 纳皮尔把黑炭涂抹在黑公鸡的背上 并封住了黑公鸡的嘴 那个手掌干净的人就是做贼心虚的小偷 从小故事发现 纳皮尔不仅数学研究表现卓越 而在生活上也机智过人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